但是问题来了 爱信的变速箱真的有传说中那么可靠吗 在这次雷克萨斯LS400拆卸过程当中 我们意外发现了这台车的变速箱居然曾经换过 换的还是个拆车件 这说明这台车之前的原装变速箱肯定是曾经坏了 而且完全没有了任何修复的价值 这个变速箱他不之前换过一个吗 上面都有那个零件商的编号啥的 我估计他当时买的时候这个东西就烂了 拆开变速箱后我们发现这个变速箱还真有不少问题 首先是电磁阀居然断了一个 其次是虚压器的复合弹簧居然散架了 第三是油底壳居然还变形了 第四是变速箱壳体的制动器活塞的堵盖卡簧槽居然还破裂了 不过综合以上的种种 我们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 损坏的这些部件跟爱信变速箱本身的质量可能没多大关系 多半是因为这台拆车变速箱之前的运输过程中 像登机箱一样遭遇了各种暴力托运 毕竟无缘无故的 油底壳怎么可能会突然变形呢 卡簧槽这么坚固的东西又怎么可能会突然破损呢 变速箱内部的电磁阀的金属结构 如果没有人动 那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破裂 除了复合弹簧有可能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 所以老化了 其他所有的毛病都跟变速箱本身质量没有半毛钱关系 多半是曾经暴力托运过或者拆解维修的时候砸到地上了 而且诡异的是油底壳都变形了 电磁阀都断了 复合弹簧都散架了 这台变速箱居然还可以正常工作 升降挡都完全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你当时跑的时候车跑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它换挡吗 换 电磁阀都碎了 它应该锁挡的 能换挡 起步无力 我还当时在高速上面还给它一脚轰到了120度呢 没问题的 当时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而且重点是 从油底壳密封胶就能看出来 这种红色的胶一般都是原厂出的时候打的密封胶 所以这个变速箱是没有开封过的 这个变速箱用了20多年 之前都没拆开大修过 足以说明它的质量绝对是非常靠谱的 至少在设计方面 留下的容错空间跟冗余量是非常大的 爱信的这台变速箱 也许没有财符的那么精密 科技也没那么先进 但它是真能干脏活累活 而且一点都不娇气 站在普通消费者角度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讨喜的设计 但是问题就来了 既然爱信的变速箱设计容错空间这么大 而且这么皮实耐用 那为什么之前原装变速箱还会坏掉呢 我们大胆推测 这很有可能跟之前的车主们压根不懂保养常识有关 看过我们之前视频的朋友也应该知道 这台车发动机之前长期加自来水散热 导致内部有严重的水垢 你们想想 发动机都这么燥了 变速箱还能经历什么好事 想想都知道工作环境一定非常恶劣 甚至我觉得这个变速箱甚至二十多年都没换过变速箱油 原装变速箱我觉得多半就是这么报废的 在这种车主手里什么零件造不坏啊 这已经跟零件本身质量耐用不耐用没啥关系了好吗 毕竟哪怕是铁打的变速箱也架不住这么燥啊 你说对吧 当然了这一切都只是源于我的推测 我并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你们想一想 拆车的发动机它同样也是原装的发动机 至少曾经是对吧 它的表现都能有这么好 原装的变速箱能插到哪去呢 你们觉得呢 然后现在这些片都很好 那这不是黑点吗 有一点这个没事 这是正常的 确定不用换啊 确定不用换 没关系 感谢观看